外面有些同事跟我說 他沽了一些美股的強積金 結果現在美股連續兩天升了700多 700多點 再進回 再進回 選了1000多點 今次香港地好像是回光反照 升了900多1000點 跌了5000點 升了900點有用嗎 你跌了5000點的時候 你買了一點就可以走了 沒得買了 還有 那塊錢已經萎縮了 那塊錢已經 我不懂 不要緊要我教他 年續十次大 你買細吧 德哥經常說 十一次大 你還有沒有錢 我再買 我沒有錢 你們三千點已經買了 5000點 你還有錢 這個就教各位 如果進賭場找輪盤的朋友 有時候做人的事 你不要不順扯 如果打個比喻 兩位一起進賭場 你進到桌子輪盤 他有一部機扯著他開過甚麼 你看到這部機 開了十次黑 現在他轉波了 賭 Place your bet 買還是離手 你買黑還是買紅 你給我選 我老鳳都買黑的 很多人就像德哥一樣 十次黑當然會開紅 是 機率上他會開紅 但有時候 好像今天的港股 有時候真的 他一黑起上來 就真的保持黑 有時候不是你不信的 你真的要繼續開黑的 博他 我的態度 就不會馬上賣 我看著他 第十一局是紅還是黑 又黑了 又黑 第十二局還不是紅 我是第十二局的參與 又黑了 十三局 我有子彈 你真的不信扯 德哥就是不信扯 他就覺得 一定會紅 始終都會紅 然後你會扔心口 剛才說 我希望他現在應該是開黑的 不過不要緊 我先看清楚 他真的開黑 總之剛才入市了 沒有決定 先看了他 看了一條路 但股市也不是那麼隨機 不是開輪盤大四 也是有風險 股市當然更加大風險 但現在是香港政府局 你們賭 雖然你賭小一點 那個人賭小一點 但外面某些老人家 都很大的 整份強積金 十幾萬的 他説 一次沒有十幾萬的 輸了十幾萬 怎麼過活 怎麼養老 所以是香港政府 逼我們賭 跌了五千年後 到年尾 年中間 然後又說 十月 十月有個黑星 鄭少秋 又要播了 又播了 說了嗎 說了 那是不是可以先估定港股 又估到很低 然後十月 通常來說 這些永遠都是 統計學 股票市場 通常都是十月 就不知為什麼會跌下去 那你買它對價就行 買它跌就行 香港的股票市場 比較少買跌 少一些工具去買跌 都很少跟其他人的對立面 我之前有一個同事 在電視城裡面 那些很喜歡買跌 都可以有些買跌 但是始終人說 強積金就好像沒有買跌 其他衍生工具都說什麼對沖 強積金就沒有 強積金就沒有買跌 最多是可以保守 於是就不動 定了 連我投資了什麼 我都不記得 他偶爾說銀行會提醒你 發訊息 我也不理 他規定的 規定就是要給一些報告 給一些客戶 當然不看 雞仔住 雞仔住 你發了答你才通知我 那時候黃先生 你那個組合 行了 我不在乎 你20年之後通知我 我到時候看一看 20年之後我再拿 我經常都想 認住 我自己覺得 不起密插 我純粹認住 我希望 我希望 當我退休 享清福的時候 希望是不需要靠那筆強積金 去幫助我的生活 我到時當然希望 哎呀 退休快點拿強積金 這樣認住 我希望到時生活上 可能已經很充裕 那些是閒錢 再拿多些強積金回來 再幫保一下 但我希望到時不會 經常認住 哎呀要快點退休 拿強積金 之後就可以環遊世界 我希望到時 生活已經是非常滑滑有餘 到時候就做馬主 馬名都想好了 德哥你知不知 我有沒有告訴你 我知道 全公司都聽到了 我那隻馬名很厲害 三個字 叫贏那隻 一開始的時候 贏那隻 率先跑出來 你問什麼是贏那隻 對呀 是不是很帥 最後你知 賢仔 call 很賺鬼的 最後哪隻贏 就是贏那隻 嘩 就算你輸 都開心 跑最後那隻 贏那隻 你還是贏了 他怎樣都不說你輸 你跑最後你還是贏了 因為你叫贏那隻 這個就是 就是小小的目標 但改名都要經過馬會去批 應該可以的 贏那隻 贏那隻也不行 難道你想我改輸那隻 他就是怕人誤會 他怕人誤會 所以可能會 一邊叫馬一邊叫馬 買什麼贏那隻 買什麼呀 輸了我看贏那隻 贏了就輸了 你到底就買 我聽說 聽一首歌 有些自己出錢 出唱片 有首歌 他又說話又唱 他做一個電話投注員 然後有些男人 很臨味才打電話 會罵到飛起 然後罵他就快點 那個電話覆盟 即是那個歌手 我專門慢慢說 先生請你重複 你所選擇的是什麼 激死他 那個馬一佬不斷粗口罵他 直到拖延到最後一分鐘 都報不到他買什麼 玩到他 即是 教那些 那些馬尾 不要那麼心急 我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開口中 你記得我們早一陣子 我們記得香港不是有個共創明天的計劃 去協助一些弱勢學生 教他怎樣花錢去投資學習那些 希望他可以脫貧 跨代貧窮 當時我們不是說的 我真的瘋子我們自己說的 找潘頓過去做mentor 找蔡明少 說中文 何則堯過去教 那時候就說 不要開玩笑 厲害了 即是太過去了 我馬上找新聞 今天馬會宣布 撥款一千萬 支持共創明天的計劃 並且以推薦員工及賽馬會學人成為有師 與配對學員 哇 即是賽馬會多支持香港政策 對呀 真的派個練馬師過去 我們今天有個 mentor 叫做姚本輝 他們教你怎樣 那些那些那些不行 那些那些六十幾的不行 喔 不行 他們好像要年輕一點 有先的二十幾歲 年輕的有先的 那些那些可 中逆禮 中逆禮都沒成功 太新的 周俊樂可以了吧 周俊樂也沒成功 都是蔡明少 都沒成功 都是蔡明少何宅堯 喂 你怎樣騎 金倉空六十的 我上次也買給你 Ment 做了狗餅了 不可以找誰 莫雷拉 講英文難一點 始終來說 練英文不是好事嗎 可以練英文 除了有知識傳遞 語言都可以鍛鍊 How to become a horse jockey When I was in your age I love horse 之後就來了 馬會絕對支持 很多騎馬人 練馬師 副練都是一個很辛苦的經營 有個五彭志 五彭志39歲 他父親也是連馬師 不迫拳 然後他不斷學習 讀書 他都要去英國學習 不是負任可以 所以我相信 他們都在馬圈一些奮鬥史 怎樣排難而出 都可以跟年輕人講 不過就不要教人拉馬 不要教賭馬 你沒有來拘捕 最近有傳 我聽說金馬經 給了三條飛 可不可以穿雲 導師 為什麼潘頓 有個位置 在你旁邊 你都不肯出來 請你都不出來 潘頓 又跑不到 我收工 為什麼 Mr.Poon Explain 這樣就不行了 可能要留白 我相信 好像有一千或二千個位 有很多不同的機構 我想甚至乎我扶輪社 或者其他等等的組織 一定說我會推薦些人去 因為他 毛利亞加好神部 一定是扶輪社 那些自知 我們推薦主席 哪個會員 去幫忙 那時候 也會拉小給人拿 本會 支持了 支持了多少錢 本會有七個人 好像考 公開事 有零燈 共創明天 總共作為一個導師 有七個 然後六個入了馬會 現在拖買出來的 就是明仔 明仔那時候就是學生 說真的 我們又拼重了 我們之前在豐子裡說 你馬會 想將賽馬事業年輕化 那你馬會又是香港最大的慈善機構 基本上 經常給那麼多錢 捐錢 那你當然是 給錢給這個共創明天 然後又派一些人過去 教一些小朋友 順便 就可以送書包 我們的書包 我的書包原來是給他們的 我不是 我只是說 我只是說 然後馬會 順便可以帶上 這個產業年輕化 有時候那些人不要那麼膚淺 就說 你經常講賭 賽馬是香港一個很大的事業 你當它是一項運動 這一項運動裡 你都要深火相傳 你講來講去 都是何宅堯 金槍60 可不可以多做幾個騎士 中逸禮可不可以 這個周同學 有一天可不可以 這個都需要 慢慢去接上去 正如我們之前說 Boxing Boxing 講來講去 還是曹昇瑜 現在都無不怎麼說 卓球 講來講去 李維斯 阿豐帆 又那個 李麗珊 李麗珊 對不對 所以都需要 有時候香港 這件事都不太好 永遠都要 你要那個行業 有個人突出來 誰誰誰 神奇小子 好 我們給一些錢 去搞一下Boxing的事業 這些一組 即是Investment 德國 你要去Invest 你一組 組著仙機 這次那些賽馬 好像有個節目 真的叫什麼仙機 現在你說馬名 節目名字 無線 真是差 這節目名字叫什麼 叫什麼名字 賽馬 你怎麼看 明天有馬跑 好像明天有馬 跟你贏一隻 簡單直接 這些創意人 想都不想 明天有馬跑 跑馬 跑馬吧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卓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